前行政院长李幻过世两年了 不过今天周刊却爆料说 李庆华 李庆安等李家四兄妹 因为不满父亲的上亿元遗产分配 手足细强 2010年12月 李幻的四名子女共居一堂 齐心打理父亲后事 现在却传出争产不合风波 当时从马总统手中 接过包养令的就是李家长子李庆忠 周刊爆料 他得到罹患后外 独揽海内外账户五六千万现金 而喜好收藏名人字画的罹患 还留下不少珍贵遗产 包括国画大师张大千黄军碧的画作 前阶长院长余又任的书法作品 又因为他曾任职行政院长 教育部长国民党秘书长 与党政要员和学界名人往来的书信 拿到拍卖市场也是价值不菲 估计家产高达数亿元 但爆料者指出 李庆华和李庆安 在父亲生前就想分产 才发现财产去向都被大哥 瞒在鼓里心生怨对 从来没有想要借由议员 或是立委的职务 去贪求钱财 李庆安卷入双重国籍案后 就此中断从政之路 几乎不再曝光 对于争产风波 由立委哥哥李庆华发表声明 强调一切都是不实指控 李庆安在父亲重病时回老家 并非为了清理遗产 而是单纯孝顺照顾父亲 还附上2006年三兄妹哥二姐 李庆出断绝关系的文件 以及一份罹患委托李庆中贷管 而非赠予财产的见证书 表明遗产由法定继承人评分 种种举动似乎在强调 弟妹不会跟大哥闹翻争产 从中作梗的爆料者到底是谁 李庆华案指就是二姐李庆珠 虽然感到遗憾 但一定会搞他 记者刘松林刘一棋 台北报道